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训 2023年2月11日 横滨水手有力烧灵 周六中午 万众瞩目的日本超级杯隆重打响上继日直冠军与天皇杯冠军角逐 对阵双方位横滨水手决战贾府封林 M直播届时将会由本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横滨水手历史上共计五次获得参加日本超级杯的机会 不过很不巧 没有一次触碰到冠军的机会 球队今年卷土重来 是要实现零突破 此番面对实力远逊几队的贾府封林 横滨水手夺冠在即 自2019赛季夺得联赛冠军后 横滨水手在随后两个赛季表现起伏大 其中2020赛季掉到了第九 而2021赛季又突然爆发冲上第二 但这一成绩依然无法威胁到川崎前锋的未免希望 上赛季随着川崎前锋魔力 不再 再加上横滨水手自身足够给力 球队总算再次拿到冠军 在阵容班底变化不大的情况下 新赛季目标无疑是未免 虽说巴西外援里奥施亚拉出走大阪樱花 但无需过分担心 安达陈洛佩斯 西村拓珍和祖谢艾巴等主力依然留队 这三人上季共济接近攻入30球 由他们组成的攻击群足以令对手防不胜防 横滨水手对于日本超级杯并不陌生 此前没有夺冠非常可惜 但今年不同了 皆因其对手是日以球队贾府封林 而且在两队网季中占据绝对优势 横滨水手本场赢面很大 阵容方面 后卫小池龙泰和中场攻势亮音商倦琴 贾府封林最近一次征战日值是在2017赛季 当赛季倒数第三的欠佳战绩降班 来到日以后 贾府封林一直在努力试图回到顶级联赛 其中距离升班最近的两次 就是2020-2021赛季 这两次非常遗憾的落空 非常打击贾府封林的士气和信心 以至于2022赛季 直接跌落到联赛第18差点再降一级 正所谓东扁不亮西扁亮 与联赛的欠佳表现相比 贾府封林似乎把全部精力放在天皇杯中 上届赛是从第二圈开始踢起便展现出不一样的气势 即便面对日值队伍依然无所畏惧 顽强之体魄令人震惊 最终一路过关斩将如愿拿到最后的冠军 这一个冠军也是贾府封林队十首个天皇杯冠军 如今遇见强势之师横冰水手 贾府封林还能继续高歌猛进拿到又一座冠军吗 从阵容实力 网季 近况等方面来看 贾府封林响以下K上难度很大 谢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感谢你的支持 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